帮你读懂 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议题 还是跟电动车有关 10月25号 美国的租车巨头赫兹 向Tesla下了10万台电动车的订单 这个合同高达41美元 这整个事情 让Tesla的股价突破了1000美元 总市值甚至突破了1兆美元 也是所谓的美国Big Five之后 再一家超过1兆美元市值的科技企业 那这个事情给我们的其实冲动很大 除了所谓赫兹下了10万台订单 让Tesla的公司市值突破1兆美元之外 我们也看到他的创办人Elon Musk 他的个人资产 到达了2970亿美元 也再一次成为了美国的首富 而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看到其实如果单纯以公司的市值来看呢 其实财务报表上 他当然跟所谓的传统的汽车业 包括Toyota 包括Benz B&W是不能相比的 不过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 其实现在的金融市场 其实看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财务表现 更重要的是他的想象空间 那很多人就在问 他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 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示 我们先回头看一看 整个特斯拉的崛起 如果大家记忆有心 去年疫情爆发 2020年的6月 Tesla才刚刚超越了丰田 Toyota 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汽车企业 接着我们看到S&P500 其实在过去的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当年的8月 才把它列入了S&P500的一个全资股 接着第二年 2021年的1月17号 它正式成为了美国第五大市值的一个公司 可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呢 其实现在的金融市场 其实给了大家想象空间之外 也带来了很多我们以前 匪夷所思的一个想象空间 很多人就在review 到底特斯拉为什么在过去两年 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大一个惊奇 很多人说是因为它的科技 那当然我们不能否认 从最早2017年 它跟Panasonic在内华达州 设了所谓的超级电池工厂 拥有自己的电池技术之外 我们也看到它所谓的定制型服务 尤其是Full Self-Driving FSD 这种所谓定制型服务能带给它的毛铃 比一般的传统车厂更高 其实过去一百年来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车的供应链 都是被传统的车厂 你比如说Volkswagen福特 甚至Benz跟BMW所掌控 而整个特斯拉 从所谓Elon Musk当了CEO 2008年开始 它整个是从零开始的 从零开始当然有它自己的一些局限 但是也是它的优势 因为它横空出世带给大家一个 截然不同的汽车的一个想象链 当然很多人也知道 它的第一款车Roster 其实是从台湾领口生产的 不过很可惜 当年因为各种因素 所以它回到了美国 但是很多人就在回头参考 到底特斯拉的整个故事 有什么样一个想法 我一直觉得 特斯拉今天之所以 可以带给我们那么多惊奇 除了COVID-19 还有全世界对绿色能源的追求 甚至包括很多人会说 是因为电动车的补贴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 是来自它科技的创新 首先我们先看到 整个特斯拉在运作的过程里面 它有几个特色 一个叫借力实力 一个叫有容奶大 一个叫资本运作 什么叫借力实力呢 它从很早的时候 它就知道自己要坐一台车 有很多的短板 可是它想方设法 去跟各个巨头去合作 你不是电池 它很早的时候跟特斯拉 跟所谓的Panasonic 后来跟LG 宁德 它都去合作 它的投资人甚至来自各个方方面面 去补它整个制车工艺的不足 那这种借力实力在2020年底 到了一个顶点 它借由上海的超级工厂 还有中国的内需市场 整个把整个特斯拉的股价 一飞冲天 所谓有容奶大呢 其实研究过特斯拉人都知道 它的专利是开放的 它欢迎所有的人 来用它的所谓专利的底层 去做新的一个upgrade 那唯一的要求就是说 你回来要跟我再一次合作 这种有容奶大的心态 跟传统的车厂也不大一样 而最后一个就是资本运作 我们都知道资本运作就是说呢 其实它所有的钱来自各方面的筹资 在过去三年 其实Elon Musk 募资超过140亿美元 这是非常惊人的 那更不要说 整个COVID-19发生之后 全世界资金在追逐有限的故事 更让特斯拉一飞冲天 那最近 伦敦金融时报也出了一篇文章 说与众不同的特斯拉 才创造了今天的惊奇 里面特别提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呢 特斯拉它本身在电池上面的一个独有技术 甚至自有晶片的独有技术 都是它今天能够成功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当时还是绿色能源 我们也知道Cup 26即将要召开 那在绿色能源里面 电动车首当其冲 整个走的是最快的 那除此之外 我个人也要说 Elon Musk 他这个人独特的特色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 逸山科技论坛20周年 张周末出来讲台积电的故事 这让我们感觉 任何一家成功的公司 掌门人也很重要 而我们看到Elon Musk 不管是讲火星 不管讲SpaceX 甚至讲所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都可以得到一些追捧者的一个追逐 这也是他在金融市场上游刃有余的原因 总而言之 这个时代在互联网时代 所谓的网联化 智能化 已经势不可挡 而特斯拉给我们的一些 所谓的歧视 对于所有的企业组来说 我觉得在未来十年 都是可以深深去思考的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特斯拉的旌旗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